20万以内买车,不买合纸车 请问2022新款广汽传奇GS8和红旗SS5 哪个性价比高,指令好,油耗低 首先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它俩油耗都不低 大概都要在8个到412个之间 这个传奇GS8稍微比红旗稍微还高高一点 它俩最大的差距是啥呢 虽然它俩的售价都差不多 17、8万到25、6万 都是定位中型SUV 但是传奇GS8它是6座7座版本 而这个红旗SS5呢全体都是5座 并没有6座7座版本 所以说这个呢,优势呢 是GS8更好一些的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 这两款车的发动机变速箱 到底哪更好一些 先说一下新款的传奇GS8 它是基于这个GPMA平台打扰的 整台车的高枪动纲 用上了60%的一个比例 A柱B柱关键部位 用上了1500兆磅弹度的热闹动级缸 所以车能抢动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的123排呢 还用上了这个测气链 是非常好 非常好了 有效的安全的保护的这个乘客 可以说无论是主动安全 还是被动安全 都要比上一代完善了很多 而且匹配了R2级这个辅助战车系统 而且它还有新出的这个双轻混动版本 这个是红旗SS5 它不具备的 而且它这个双轻混动是谁的呢 是丰田的那套TSS双轻混动技术 给它用的 所以说技术上成熟度上是绝对优秀 绝对优秀的 而且油耗呢 要比这个汽油版本要节约了很多 并且呢 人家这个TSS这个双轻混动技术呢 由这个1997年第一代普瑞斯车身上就得使用了 到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了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去购买 没有问题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搭载的这个2.0T上的一个 发动机车上是第一次匹配 那我们主要就说一下它这个汽油版本 毕竟这个红旗SS5嘛 它没有双轻混动 是吧 搭载一个传奇自主研发的巨浪2.0T直奔 无论加发动机 扭矩达到了400 马力达到了252 绝对是个高功率的2.0T 动力是非常不错的 匹配了一个爱信8AT变种箱 非常好的一个变种箱 皮质耐照 而且这个还省心 很好 采用的是前麦克逊独立熊挂 后面是个多连杆的一个独立熊挂 但是熊挂很遗憾 没有用上铝合金材质 但是好在它这个复车架与下百臂 用连接的地方用的是一压称套 减轻一下车内的震动 比如说过这个跌没路段 或者走这个减速带的时候 它能减轻车的一个震动 提高的输出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再说一下红旗SS5 它的车身高圈动缸 也用上了60%的比例 AB路热成运缸也达到了1500兆 所以说车身强动缸 这两款车都是非常优秀的 可以说绝对碾压一些核质车 非常好 包括你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红旗SS5 门垒的里面 做工预料也是非常讲究 非常良心的 那么动力上也是搭载的 一个自家生产的2.0T 自驳无论载压放送机 匹配了一个爱信6AT变种箱 扭矩340 马力是224 并且两款车都有两区和四区可以选择 都是采用伯格华纳的四区系统 所以说这个四区系统 硬是用户城市的一些 拧映越野道路的 它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 这两款车的发动机变种箱 到底哪更好一些 发动机而言 两款车都挺好 都不错 动力上可以说是 传奇GS8更好一些 虽然它动力更好 但是它车更沉一些 耐用上 两个车的发动机都可以动用 绝对是没有问题 都是最新的技术 不一样是这个变重箱 一个爱心6AT 一个爱心8AT 肯定是爱心8AT好 一个6AT 但是说质量上 耐有度上 用的方面 成熟度上 都行动动用度 都不错 那么悬挂底盘的方面呢 红旗SS5要更好一些 因为它用的是铝合金材质 毕竟这个传奇GS8用的是 钢板铁悬挂 这个稍微差一些 那么我们在说 在两台车的驾驶感受 两款车都需要加95号汽油 那么汽油版的传奇GS8 要比红旗SS5稍微高一点的优耗 两台车的形状质感呢 传奇GS8呢 又好于这个红旗SS5 底盘的支撑性啊 隔音方面 尤其是啊 又好于这个红旗SS5 内部空间更大一些 但是红旗SS5这款车 也是非常优秀的 同级别也是非常好的 底盘的质感呢 动力呢 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唯独的区别 就是说 传奇GS8嘛 有6座7座可以选择 空间大一些 整台车的外观 那次做工用料呢 也更加的高档一些 也就是这样 我的建议啊 这个价位选哪个车都好 如果6座7座可以选择呢 尽量选择这个传奇GS8啊 非常不错 都比核直车要好很多 那么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